其实很多疼痛的背后都是瘀血在做宠 因为瘀血会阻塞经脉血管 导致气血流动不通 那不通则痛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四肢关节疼痛麻木的情况 比如腰腿疼 肩颈疼 四肢关节疼 甚至是胸口疼 头疼等等 这种疼痛呢 如果不把瘀血解决了 那不管用什么强筋骨的药 效果都是不好的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门化瘀血 止疼痛的方子 但在这个之前 我得先教你们判断疼痛是不是瘀血引起的 不然用这个方子也是白瞎 首先呢瘀血疼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刺痛 好像有人拿针扎你一样 另外身上容易出现些瘀青肿块 嘴唇眼眶颜色发暗 然后舌头上会有一些暗色的瘀斑瘀点 舌下青筋粗子 如果你是这个情况呢 就可以参考这个有张西纯创造的方子 建韵汤 基础方呢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到 不过现在人的情况大多都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是瘀血夹杂着气血虚或者是肾虚干瘀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就得用这个建韵汤尾基础方 然后根据自身情况对症条理用药了 比如说前段时间找我看病的一个粉丝 他是身上瘀血重已经化热了 同时脾胃不好 气血虚的有些严重 平时除了疼痛外 还伴随着口干燥热 手脚心发热 以及腹胀腹痛消化不良 食欲不振 以及浑身乏力的情况 然后我就按照这个方子的思路 用建韵汤尾基础 给他开了一张方子 一用墨药乳香行气活血 调理淤血让气血流动起来 二用三楞额主来画一画比较顽固的淤血 三用麦冬之母来滋阴养血 补充被消耗掉的淤血 同时调理淤血堆积化热的情况 四用人参黄旗和当归 来补充他亏须的气血 五用白煮 芙苓 山药 麦芽来健脾胃 帮助消化更好的吸收药效 这粉丝用了一个疗程后 跟我反馈说 身上疼痛 以及食欲不振的情况 减轻了很多 让再开一个疗程 巩固巩固 总之呢 这基础方虽好 但当情况复杂的时候 也是需要对症调理 用药用量的 因为这样效果才会更好 所以如果你病情复杂 不了解自身情况 最好是线下到附近专业医疗机构 找专业医生帮忙调理 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明白了吗